埃及一隻被譽為一生人要去一次的地方 每個古蹟都有數二千年的歷史 以下讓我為大家介紹一下 玩埃及可以很輕鬆 我們安排落陸機 由埃及北部開羅 飛往南部的阿斯王 之後坐尼羅河遊船 由南至北玩上洛塑 再經由洪加達回去開羅 不用坐十幾個小時的長途火車 真是舒服又快捷 來到埃及 就一定要看看金字塔 遷早時間距離現在已經4,600年 依然押忽不倒 連拿破崙去都 都忍不住要跟士兵說 四千年的歷史 正在看書你們 金字塔是早期法魯王的墓地 而關於金字塔的建造 天文 數學 文化等方面 依然留給後世很多的謎段 各位團友除了外觀 還可以進去一探究竟 下一個發現金字塔秘密的人 會不會就是各位呢 除了金字塔 又怎少得 師身人面長 巨大的師身 培以法魯王的頭像 成為永恆的經典 去到阿斯王 又要貪觀大水壩 他是上世紀60年代 由前蘇聯協助所建 而且動用了超過3萬個 埃及軍人幫手建造 為了供電和控制尼羅河的水流 這世紀工程實在功不可沒 古埃及人那麼厲害 他們建成金字塔後 是不是應該有更厲害的建築呢 當然有了 就是阿布申布神殿 這座神殿 由古埃及供應最偉大的法魯王 拉米西斯爾世所建造 亦是全球第一個世界文化遺產 神殿門口的大營 拉米西斯爾世座像 和入面漂亮得不得了的壁畫 大家當然不可以錯過 那麼重要的景點 我們已經包在行程中 不需要另外自費參加 乘坐尼羅河的右船 便會來到河邊的金安堡 帶大家看古埃及 很少有的雙神廟 即是鱷魚神索貝克神廟 和英神荷魯斯神廟 旁邊還可以看 鱷魚木乃伊博物館 之後我們會帶大家乘坐馬車 前往埃德夫神廟 埃德夫神廟 在古埃及神廟之中 算是比較年輕的一個 不過 已有超過2300年的歷史 高大的塔門 滿場的壁畫 還有英神神像 都是打卡位 早期法魯王喜歡 葬在金字塔 但樹大蕭峰 很容易引來倒霧冊 所以 後來的法魯王 便開始選擇葬在隱蔽的山谷之中 就是帝王谷 帝王谷仍然是埃及考古的熱門地點 已經找到了65個墓地 包括法魯王塗坦卡門的墓 雖然這些墓地已超過3000年歷史 但很多還保留到完整的折扣 和彩色的壁畫 洛塑曾經是上埃及的首都 洛塑古苗的氣勢一點都不失禮 門口已經有幾個法魯王的造長在迎接大家 還有拉美西斯二世的荒尖石碑 不說不知 原來荒尖石碑一造就要做一隊 而對荒尖石碑的另一條 就是巴黎最大的廣場協和廣場 門口已經這麼精彩 大家又如何可以坐入 在洛塑還要看卡納克神廟 他在4000年前已經開始建造 是埃及最古老和最大的神廟 歷代法魯王也很重視他 所以不同年代都有修緝和加建 門口一排揚面絲身杖既莊嚴又偉大 裏面高大的石柱畫滿了古埃及的文字 不要錯過神廟裏的聖甲重障 好多人曾經來這裏許願 其實埃及有何值得古蹟呢 會玩就一定會去到洪海 我們會帶大家去到埃及最出名的度假勝地洪加達 那裏靠近洪海 洪海的海水出名清澈 站在岸邊望落水已經覺得號稱好美 我們會安排大家坐遊艇出海 還可以玩浮潛 因為水夠清 浮潛看魚真是一流 把照片拍出來都好像postcard一樣漂亮 玩得出色 食樹一樣出色 全程安排五星級樹宿 而且 重判安排三晚五星級酒店的自助餐 食物款式多 一定有一款適合你胃口 現在去旅行 隨時都要有上網 拍了的美照就可以立即和香港的朋友分享 所以我們在旅遊包上提供免費WiFi 這樣就完了 我們還特別安排一人一步隨身耳機 可以一路走景點 一路聽到領隊講解 不要錯過精彩的古埃及故事 永安旅遊悠遊傳包系列 全程不設置費活動 全程餐食 亦包含稅項和燃油附加費 還免收旅行團服務費 一個價錢 頂級享受 講到這裏 是不是切他上飛去埃及玩呢 心動不如行動 現在就上永安旅遊網站 切他報名預訂 不如行動不如行動不如行動不足 再次回應